Hello大家好 今天吃的是大排弯杂面 大排块 然后这里是一份烤鸭 大排还挺厚的 今天超级热 我们这边最高温度好像是26度 我们以后再来一份烤鸭 赤鸭 鸭 鸭 但是真的有很多 都是在我面前吃的 但是我會拿我餅乾 是要吃的 我會吃的 我會吃的 你會吃的 我會吃的 很不錯 我會吃的 我會吃的 是很小的 我會吃的 我今天喜欢把菜都先吃完 好像明天就要降温十几度这边 其实我还挺喜欢天气很冷的感觉 可是我不喜欢下雨 接下来今天要下到下雨 来帮我烤鸭吃 好热啊 我现在 好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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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冷了 我又想去卷发或者是染发 其实我也比较想去卷发 可是我每次卷出来我自己都不满意 都会后悔自己都会后悔自己去卷 我爸妈也觉得我是指发比较好看 好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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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肚子是很好吃 蚊子 好像很 sunshine 很酷 看起来很酷 很酷 其实我卷发可能卷过四五次 有两三次是就是发尾内扣的那一种 第一次是高尔的手吃的 那个时候就很流行啊对吧 像我初中的时候流行那个短发剥剥头一样 我也去剪了 但是我不想我现在不想接短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初中的时候剪短 每天早上起来头发就是脏起来了 而且现在看以前就觉得很非主流 后来大学的时候 我在没有告知我妈的情况下去卷了头 就不是那种内扣 就是头发大概剪到这里 然后从这里开始卷 就卷卷卷卷到这里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看 就很老气 我妈还让我不要去卷 如果实在想换发型的话 就让我去染一个头发 他让我去染那个酒红色的 可是我看大家网上说的 说染所有头发最终的归宿都是黄色的 我就不太喜欢 我们报告之前去染 染成那种超级超级黄的那种 就像外国人那种金霸 然后他现在退成粉红色了 粉红色中间又带一点黄 超级超级超级女团 我的饼都冷掉了 今天我换了一个相机 看上去是不是清楚一点 因为我之前那个相机 两年多了 快要两年半了 好像 他伴随我多年 做菜的时候 他就是 油把镜头都给糊住了 我感觉他越来越不清晰了 然后就换了一个相机 他的边度有点硬掉 然后撕一点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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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干 我想到一开始我录视频 前面几十个视频都是用我的 iPhone 6s 原相机前置拍的 刚才我妈叫我下去拿这个 红头衫 这个对焦真的很快 这我也没有吃过 你们有吃过吗 它的触感还是蛮舒服的 好滑 那中间紫能不能吃 我刚才吃了一个中间紫就酷了 它味道真的有点像以前小时候 我吃的那个一个绿色的 然后中间就是红红的 带汁水的一个瓜什么的 可是我上一次 见到那个瓜的时候 我爸好像刚把它弄开要吃 然后里面长了很多虫 然后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它了 你刚才说到哪里 就是以前我用苹果手机的时候 我觉得它 的前置把我拍的太丑了 拍照的时候 可是现在换成安卓的 安卓我感觉它都有自带的那种 有一点美颜的功能 我觉得有一点点假 还是以前苹果手机的那一种 比较好 毕竟自拍都会用B612或者是 FaceU什么的 我只把这个肉加热了一下 它油脂都出来了 就是这样的 你看这也是 就是这样的 其实还是这个压架比较香 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鸭子 但这种烤鸭还好 就那种炖鸭 我总觉得有一股鸭骚味 这种烤鸭的味道 还喜欢更多的 还one this 奇蹟 现在浪费了 粘做得很脆 izione 到头